好,各位同學看看Cphysics,2009年以29條 50N的Block is suspended by two freak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above 現在就是這塊50N的Block 由兩條繩釣著它 Fract S1 makes an angle 30 degree with horizontal Fract S2 is horizontal 問一下Tension in S2是多少 這處之間的Tension 這處的Tension我們要怎麼考慮呢 我們要考慮其實這一點 因為現在就是Tension 不是S,拉的Tension 拉著這一點 拉著這一點 所以這一個 T2 這應該會有T1,因為這條繩子拉著它 另外就是吊著了一塊50N的Waste 這個我們經常都簡單地 這裏就扯著它 這個就有50N的Waste 如果我們要畫得很仔細,很準確 其實這件事就不太適合 因為這個Waste 是 這個Block正在受的 OK 現在是這個Block正在受的 然後這裏其實它畫了出來 是有第3條繩 第3條繩 其實它這條繩子會有Tension扯著 這個Block OK,扯著這個Block 然後就會在這一點 再斜 就是這條繩子 Tension就是這樣了,左右兩邊會扯的 所以 有Tension扯著Block向上 然後這條繩子的第2邊 就會向下扯 扯這一點向下 所以這條繩子扯著Block的Tension 和這一邊扯著 這一點的Tension是一樣的 而因為這裏拉著Block的Tension 是跟Block的Waste一樣 跟著這邊的Tension和下邊的Tension也一樣 所以我們才簡單地說這個Tension就是Waste 嚴格上 就不是非常正確 但是這次我們Hold了在這裏,它不動 我們這叫做Egolibium的狀態 它Hold了 不會再變的時候 其實這個Waste等於那條繩子 當然是Tension OK 所以我們簡單地叫它Waste 好了,跟著我們要找回 S2的繩子 Tension 就是T2 我們怎麼找呢 都 不是複雜的 我們都是 照常地 插開 插開打橫打動的Force 去考慮 就可以了 因為T1打斜棄了 所以我們就插開它 插開它 我們要考慮 好,所以T1那個是什麼 向上這個就是T1 小心點 我們平時就是看那隻是什麼角 是這隻角 平時看那隻是這隻角 這隻角 所以這隻是T1 30 OK 貼著 角那邊的才是cos 貼著 角那邊是cos 這樣 三個形 貼著角那邊的線 才是cos OK 所以這個是Tcos 是Tcos 是 Tcos OK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寫出來 兩條式 應該是什麼 T1 sine 30 就是 250N T1 cos 30 就是Tb 然後 T1 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現在有兩個人用 沒有一個未知數 我們就互相除了它 所以這個就是T 30 就是50除T2 OK 所以電話的位置T2 就是50除T 30 OK 50除T 30 就是86.6 OK N 就是 c